Yo,Hello,大家好,我是Jero,潘耀星 看到我這個背景,會不會到我去哪裡呢? 沒錯,就是高鐵西九龍站,出發 終於走到月台了 這輛高鐵俄鋪列車去上海的首班車 帶大家來看看,究竟高級的俄鋪列車車廂是怎樣的 打開門 這邊是沙發,這邊是上下隔床 普通俄鋪車廂只有兩邊的上下隔床,沒有沙發 這邊有沙發,有點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有點... 有點硬 比我想像中 不過我在家也睡慣一些硬一點的床 所以我覺得可以接受 旁邊有一個軟枕 免費大家 有時候回來回去 晚上睡覺,不知道自己睡到哪裡 這個就不會撞到頭 雖然在同一間房,但同房不同價 下隔床就貴一點 如果從香港到上海的話,要$1821 不過如果你從上海回香港一程 高級俄鋪下隔床可以貴到$2128 商家床便宜一點,$1613 來到吃飯時間,在餐車卡都幾多人 給張恩怡議員 這條Banner 歡迎乘坐西九和上海紅條高鐵 動餓手發列車 很多人在這裡開餐 不過其實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前面這個櫃位那裡買的 我看到很慘的節目 我看到他拍的,我覺得很痛苦 哇,這裡多漂亮 就是食物多漂亮 終於輪到我買飯了 你好 我請問有沒有紅燒牛肉飯 哦,這個 紅燒牛肉飯呢? 這裡有一個 四十元 紅燒牛肉飯 這是生...生生平過來的嗎? 這個飯 對 哦,難怪很...很熱我覺得 好熱啊,我覺得 因為深圳北那裡送過來 剛剛都說過 移工多少塊錢? 您這不是直播嗎? 呃,不是直播 一個茶餐,一個水果拼盤 一個美麟湯 一共是七十八元 哦,七十八元而已 一個紅燒牛肉飯 加一瓶茶 再加上一個水果 還有一個提子 還有... 車來騎 七十八元而已